政府更新本港清新空气蓝图 目标是本港的空气质素 在2035年前达到世卫指引 第一份香港清新空气蓝图 2013年公布 到去年全部空气改善目标达成 当中污染物减少大概五成 能见到改善八成多 政府四个政策局联合公布 最新一份清新空气蓝图 目标是到2035年 空气质素可以比美国际大城市 例如东京、巴黎 并全部符合世卫空气质素指引 新蓝图提出六大主要行动 绿色运输方面 2050年前达至车辆零排放 明年政府收费隧道 推行不停车缴费系统 探讨2035年前逐步采用新能源道轮 结症能源方面 会收紧发电厂空气污染物排放 探讨推进阮阳船使用液化天然气等等 也会和广东省共同制定 用2025年和2030年区域减排目标 至于未来会否引入更多内地核电 蓝图并没有提到 香港过去长时间 善用大亚湾核电 对香港的空气质素 是有明显的益处的 至于向前怎样看 我想用后我们更新的气候蓝图 会有更多这方面各种选项的论述 政府说会不会五年检视一次落实各项主要行动的成效 循序漸进收紧空气质素指标 无线电视机者先知报道 我看到他在实际上前才想松坏主要行动的静谈 好